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今天分享非常适合年夜饭的一道菜 花开富贵,寓意高贵,幸福和富有 做法简单,好看又好吃 首先准备两根铁杆山药 戴着手套削去外皮 防止手不发痒 清洗干净之后,切成长段 放入笼梯中 水开之后计时1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些吃不完的火龙果 包去外皮之后 直接用手挤出火龙果汁 千万不要使用榨汁机 会出现很多的黑渣 接下来火龙果汁中 加入一大勺的苹果醋 一大勺的蜂蜜 搅拌一下 让所有的食材充分的融合 时间到了 山药已经蒸好了 我们先给它取出放凉 这样可以避免火龙果汁变色 然后把调好的滤汁倒进来 然后把山药全部进没住 冰箱冷藏一宿 第二天取出,改刀切成薄片 大家看,现在的山药截面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按照视频中这样给它摆盘 全部摆好之后 我们再淋上一些桂花蜜 这样一道酸甜爽口又开胃的年叶菜 花开富贵就做好了 学会它,过年给家人露一首 人人夸你是大厨 喜欢的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